兩隻蜜猴一前一後在市場裡爬來爬去 以下跳到攤桌上 以下又爬到一旁找食物 逗得婆婆媽媽們又驚喜又害怕 看到香蕉蜜猴拿了想爬上竿子 好好享用 沒想到摔了一大跤 但兩隻蜜猴伸手矯健 每一回合一左右霸占市場走道 開始吃香蕉 吃完香蕉在換蘋果 也然成了湖光市場水果攤的最佳代言人 繼民眾為關 他們也完全不怕聲繼續吃播 不斷搖晃輪胎玩得不亦樂乎 距離約四公里外的社區 也有民眾募集兩隻蜜猴在社區爬爬走 當自家花園一樣悠閒逛大街 仔細看猕猴身形可不曉 萬一野性一發可不是鬧著玩 連續好幾天內湖區一帶都有民眾看到猕猴身影 都冒出研判應該是同一批猕猴 已經加強放置又捕龍 也提醒民眾不要隨意干擾或餵時避免受到攻擊 華時新聞靈魂介紹一首台北報導